好 來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隨意上談居住正義 但太太陳佩琪 卻爆出連看三間房 房價還高達1.2億 跟我太太 我們兩個都是 台大畢業的醫生 工作了三十幾年 坦白講 要買個一億元的房子 對我們來講 不是很困難的事 我也不用去裝窮 我們本來就買得起 柯文哲先說 買一億的房子不難 不用裝窮 之後又發文聲稱 陳佩琪的確有看房 但因為管理費很高 比他的月退還多 所以計畫停擺 但不少人就替柯文哲算算看 柯文哲台大退休 月退至少6萬以上 豪宅管理費不过1萬多 只疑柯文哲又在裝窮 他400多萬的 他可以一次退就離400多萬 那陳佩琪馬上也要退了 陳佩琪搭巴士算 至少也有400萬 平均一個月 大概5、6萬跑不掉吧 就是他以他現在看的豪宅 大概一個月的管理費 大概是1萬多 你也算說他學不會講 哪有可能管理費 比月退來的更多 學不會講 對 所以我就說 他這個前面講的 前面聽聽覺得還可以 就厚到你這句又破功了 講錯了 就我是覺得說 他這個話 每次這個不經大腦 痛批柯文哲說話都不經大腦 但柯文哲的金流問題 更是交代不清 柯文哲前幕僚 吳靖怡再度抖出 柯文哲選前一天 還在鼓勵大家 演200元抖內抖起來 但發現選前1月5號 競選總部竟然還有一筆 高達450萬的競選小物支出 都要選完了呢 他還支出450萬給誰 又給木可 1月10號 他又再會450萬的授權金 給木可 你知道嗎 他在1月25號又支出了 562萬2900元 又給誰 又給木可 技術選前一筆又一筆 會還給木可的支出 競選總部付木可 將近4000多萬的金流 課問者始終交代不清 吳靖怡喊出檢調 趕快徹查理清真相 民選綜合報導 會讓他自行觀賞 有一點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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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